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得不提此前媒体多有报道的由中国的国家层面 比如说央行拿钱出面来收购所谓的烂尾楼闲置楼的消息 没有落地 何立峰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出来 我也得到了中国银行界人士所转发的一则消息 就是在官方报道的消息之外 何立峰还说了一番狠话 针对的是房地产企业的高管 首先来看一组数据 数据念起来是有些乏味 但是还是很能说明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在加剧 微楼高白尺放在这里是比较的恰当 屏幕上 2024年4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在5月17日的上午在官网上发布了出来 先来看一看70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的情况 环比2024年的3月份 跌幅是创近两年来的新高 主要数据如下4月份 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 降幅是比上个月扩大0.5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7个百分点 1.3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上海的新建商品住宅 它的销售价格环比是上涨了0.3个百分点 没有上海 二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降幅均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这个说的是新房 接着看环比情况的二手房的消息 四月份一线城市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1.1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4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1.6个百分点 0.8个百分点 1.4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是均下降了0.9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0.4个百分点 还有西方的知名通讯社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 就是中国四月份 主要的城市 四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是0.6个百分点 降幅大于三月份的0.3% 价格下跌速度是从2014年11月份以来最快的 再看看同比 同比去年四月份 那今年四月份一线城市 它的新房子的销售价格 同比去年四月份下降了2.5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1.0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同比去年四月下降0.5个百分点 6.9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 上海是上涨了4.2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是分别下降2.9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9个和0.8个百分点 同样是在同比的数据之中 再看二手住宅 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楼同比是下降了8.5个百分点 降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8.0个百分点 7.5个10.2个8.5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 二手楼的价格同比去年四月份是分别下降6.8个百分点和6.6个百分点 降幅都比上个月扩大0.9个百分点 也有西方的通信社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计算 就是整个中国呀 四月份它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3.1个百分点 是同比去年 那么是创下了2015年7月份以来的最大降幅 信息很多 如果说实在要抽出几条重要的 第一点就是在一线城市中 北上广深上海的新房的市场 看上去是稳住了 但是在一线城市啊 二手房的情况 跌是未见底 这中间最突出的广州的情况 很糟糕 有必要提到的 就是这个都是最后的成交价 那挂牌价 它所体现出来的价格 往下下挫的情况 就比现在看到的这些比例要吓人很多了 我有在广州和北京的朋友挂牌价 中介给他们建议啊 就是你要往下挂 要调低价格 都是以百万来记的 第二个要点 就是根据中国官方所发布的数据 70层 楼房的价格是在下跌 非但呢 下跌没有止住 下跌的态势还在加快 在加深 房价下跌的城市数量 也是维持在历史的高位 这也显示 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是在加剧 此外还有几个态势 快速的分享一下 中国商品房 它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 都在持续的萎缩 此外 在中国商品房的供应端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 是在持续下跌 还有一个态势 就是中国的商品房 代售面积 仍然是在上升之中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中国官方 其实过往已经做了一些调整 就5月17日而言 有中国大陆媒体 就提到了 有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 出来是什么呢 具体来讲 就是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 就是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的比例政策 那就提到 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的比例 是调整为不低于百分之十五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的比例 调整为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 用一些专业分析人士的看法 就是房贷首付比例历史性的做了下调 已经可以说是中国按揭史上最宽松的政策 也是最近几年各类购房政策中最为宽松的政策 当然比如说像手套房商贷首付最低百分之十五 这个能在多大程度上去让人们 特别是年轻人去买房 现在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人 是有一个大大的论号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等 等着房价再继续下跌 而不是说你首付多还是少的问题 所以这个前所未有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确实是成疑 五月十七日消息面还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呢 这就要提到 其实此前盛传了一段时间 五月十六日中国的财经媒体 也是加大密度进行报道的 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很有可能出面 来收购烂尾楼 来收购闲置楼 把他们打造成为连租房 但是到了五月十七日 这个消息应该说没有落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划分两头 第一点是五月十七日下午四点钟 在中国国务院所举行的一次吹风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就表示 将设立三千亿元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法制化的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 以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的保障性住房 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五千亿元 这个与中国中央层面来收购烂尾楼 闲置楼似乎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金额对不上是三千亿元 那要把闲置楼给他所谓去库存 需要多少钱呢 黄岐帆曾经提到一个数字 五万亿元人民币 那么也有专门的研讨 就提到这个数据 中国国内的纯住宅库存的收购总额 需要是九万亿至三十万亿元人民币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规模 那显然与前面提到的三千亿元的 这个政策不是一回事 另外一边就要提到 五月十七日的上午 中国是召开了一次 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是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现在根据中国官方所披露的信息 何立峰是指出啊 相关地方政府应从实际出发 酌情以收回收购等方式 妥善处置 以出让的闲置存量住宅用地 以帮助资金困难防企解困 商品房库存较多城市 他表示那政府可以需订购 酌情以合理价格 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然后扎实推进 保障性住房建设 城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这三大工程 同时呢 还要继续做好房地产企业的 债务风险防范处置 何立峰还特别就要求啊 强调要压实地方政府 房地产企业 金融机构各方责任 加强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 再贷款政策等作用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总的来看 这是中共高层首次提出 鼓励地方政府要出厂 要动起来 从开发商手里 买房买地 也就是所谓的收储 为房企走出困境 看上去是有一条新的路径 但是是鼓励地方政府出手 有中国大陆的媒体也提及 和之前的白名单 和最近推出的 已旧换星模式相比 之前就是更加关注项目 而到了收储这样的阶段 它的力度规模都更大 可以理解成为是系统性的 去做烂尾风险的处置 现在似乎的卡点 就是说地方上钱从哪里来 去收购烂尾房 收购闲置楼等等 我是请教了一家商业银行 在广州的一个支行的负责人 他就表示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如果说没有央行的贷款的支持 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3000亿元贷款 保障性住房贷款 到了地方上 现在土地财政这碗饭 已经是吃不下去 难以维系了 同时地方债 以及地方隐性债 又有非常严格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让地方上去解决 收购的问题 似乎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 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国有企业 最好是有房地产经验的企业 来出头 来出面 和银行 来取得贷款 然后去收购烂尾楼 最后打造成保障性住房 连住房等等 要么就是租 要么就是卖掉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 毫无疑问 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位银行界人士的说法 我又比对了 5月17日下午 中国国务院的吹风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所说的 就是去借助 中国人民银行的保障性住房 再贷款3000亿元 他们的做法和思路 因为现在在八个城市 已经进行了试点 这位负责人也是提及 在具体到一个城市中 是由城市政府选定地方的国有企业 作为收购 二手楼闲置楼的主体 但必须是已经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 然后该国有企业 及所属集团 不得涉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不得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同时应具备银行受信要求 和受信空间 收购后迅速配售或租赁 所以这样比对下来 这个思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考验的还是某一个地方 有没有比较有实力的国有企业 同时也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协调能力强不强 调动资源的能力强不强等方面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 地方上的官员肯定是老大的不满意的 因为地方上要管的事情很多 除了恐怕国防和外交之外 地方上的事情和中央政府的事情都差不多 地方上当然也会说吃土地财政不应该不对 吃得太猛吃相太难看等等 但是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1994年的分税制 税制一改 那地方政府也没有选择 只能在土地上去做功课 显然收处的关键 又收土地 又收烂尾楼 闲置楼的关键 就是真金百银 现在地方上 中国地方恐怕确实也是捉襟见重 接着再讲回何立峰 5月17日上午在中国 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有中国大陆银行界的人士 也是发来了一则短消息 就介绍是他们公司内部的工作群上 他的同事所做的分享 这个内容是中国的央媒信息中所没有的 所以这个真还是伪 我也在求证之中 在这里呢 姑且就是先念一念 只能说是比较符合当下的语境 也比较符合何立峰 所谓的习近平手下的新经济沙皇 这样的一个称谓 快速地就来分享一下 何立峰就副总理指出 要充分认识房地产的人民性和政治性 所谓人民性就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所谓政治性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他还提到 绝不能容忍房地产企业不缴纳项目资本金 拿购房人的预付款去买地 搞空手套白狼 也绝不能容忍房地产企业高成本 高负债高杠杆去投资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 搞盲目扩张 同时他还提出 要坚决追回房地产企业挪用的项目资金 如不能完全追回 要坚决追回房地产企业高管和员工 以往的高额分红和奖金 何立峰还要求 要坚决落实党中央保交房政策的要求 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 这则帖子还特别提及 何立峰副总理还不点名 批评了他前不久调研的某中部城市 根据他的公开的信息 四月份他是去了郑州和重庆 所以这里不点名的批评的应该是郑州 同时再讲到何立峰所提到的 要对房地产企业的高管要算历史旧账 这一点也做一个补充 就是我了解到的 恒大的高管不要说最顶级的 现在年薪200万300万400万这个层级的高管 都已经被限制出境 被边控了 以上就是五月十七日 在政策层面相关的最新的消息 它凸显的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是非常的严重 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我也是联系到了在香港上市的 一家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高管 这位财务高管呢 大概的说了一番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白名单 应待近待 就是让房地产企业有钱来保交楼 还是以旧换新 再包括眼下提的很热的 就是由政府 不管是地方政府 还是中央政府来出钱 或者是来主导 去收购二手房 闲置房 他就表示 背后的逻辑 不是说中国的政府 或者是官方 要去救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也不是说去救房地产商 他在这个行业 他觉得也不是 他认为主要是中国的官方 要去救银行 因为房地产企业欠了银行很多贷款 还不上 银行也会跟着爆雷 跟着完蛋的 最后是两个联想 或者是一定的两个问题 我也像前面提到的银行界的人士 以及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人士 进行了请教 他们表示没有明确的答案 说不出来 等于是婉拒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地方政府 去主导收购二手楼 闲置房 虽然会有一个条条框框 硬性的要求 比如说超过70平方米一套 我们就不能够收购 因为未来是要做连租房的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条条框框 似乎还是有一些空间在这里 也许会被官员和开发商之间 就利用起来 有贪腐的空间在里面 第二点如果说中国政府最后大规模的去收购烂尾楼 闲置楼 那它很有可能导致的一个作用 有点像法拍房效应 如果说法拍房 五折六折七折 投入市场 显然它会拉低周边地方的房价 甚至整个城市的房价 要看规模 如果说大规模的收购 经过整修一番之后 用作连租房或者是保障房 保障房不能够用来交易 但是它有些地方是可以销售的 销售价格理论上就会要低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普通的商品住宅 它的价格应该会继续往下走 有学者其实也是提到过这样的观点 就是保障房多 商品房的价格会有下降 短期内可能是让危机更加严重 让危机中的人感到痛苦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如果说政府确实加大力度 建很多的保障房 像新加坡一样 像香港一样 长远来看 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好事 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并来如山倒并去 如抽丝 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包括房价这么高 泡沫这么多 中间的原因 除了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之外 包括政府方面的因素 开发商方面 此外还有一些有钱人进行投资 投机 当然普通的民众 有些发展商把房价调低 已经买了房子的业主 还不同意去上街去游行等等 所以也是与普通人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 政府他缺少监管 不少官员和开发商是里外勾结 导致这样的恶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特别的还是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